各位好 我是麥可 很多人呢 說如果你只要學一個繩結的話 就學這個繩結 你猜到它是什麼繩結了嗎 沒錯 它就是銀繩結 Total Light Hitch 像現在這樣子 繩子的一端已經打好了一個襯人結 另一端如果要收尾的時候 我們用一般的這樣子的一個繩結的話 它就會整個像這樣子鬆鬆 完全沒有張力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 今天的這個銀繩結來做收尾 另一個使用情境的話呢 就是在我們把帳篷已經蓋好 帳篷上面的封繩我們已經拉好了 另外一端我們要固定在這個 地上的這個銀釘的時候 卻發現沒有調節片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銀繩結 來取代調節片的一個功能 來做鬆緊的調節 對了 我們常遇到的情形是 我們在看影片的當下 都知道怎麼樣去綁這個銀繩結 但是呢 日子時間一久了 到了現場去露營的時候 卻又忘記這個繩結應該要怎麼使用 應該要怎麼綁 沒關係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很快地 找到這支影片來做複習囉 要製作這個繩結呢 我們右手拿著繩子的前端 然後繞過對象物 像這樣子繞過對象物 然後呢 我們把繩子的前端 放在主繩的下方 像這樣子 做一個交叉 這個是主繩 這個是繩子的前端 做一個交叉 那我們把繩子的前端放進去 這一個繩圈裡面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一個 這一個小結 然後接下來呢 一樣在這個地方把繩子的前端 放在主繩的下方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放進去 繞一圈 這是第一圈 然後呢 再放一次進去 繞第二圈 繞了第二圈之後呢 一樣 繩子的前端是這一條 這一條是主繩 我們一樣把它放在下方 這樣子 然後再放一圈進去 這樣子一拉過來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銀繩結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做調節 這個是主繩 可以像這樣子 鬆掉 那就可以把它拉緊 做一個調節 今天大家都有把這個銀繩結 給學會了嗎 那我們下次去車伯 去露營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拿出來使用喔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掰掰